有粉丝想要一只你小毛多的狗狗 价格无所谓 只要颜值高就可以 我说这届粉丝真好胖呀 先看看第一只韩姓锤儿比熊 虽然看着有种初恋的感觉 但小姐姐说这只看着太歹了 直接果断放弃 接着看下第二只 性格超级好 还吐着小舌头呢 还笑着你平行 你太治愈了吧 你是想让我给你找个好人家吗 不信这都拿不下你 这只确实不错 不过经过对比粉丝所要不喜欢锤儿比 那咱们再给他看一下这两只小俊杰 又小又萌又可爱 还说右边这只可以放进杯子里面吗 那就试试吧 哇哇哇 刚刚好呀 粉丝说你家菲儿比熊不错 还有没有好看的 这边一口气给粉丝准备两只 第一只看上去呆呆萌萌的小腿也短 体型也小 接着看下会吐蛇麦萌的第二只 粉丝一眼就看上它了 还摇着小尾巴 这么着急去新家梦 粉丝再让看看他的状态 这也太活泼了吧 走一步跟一步的 简直是知识族的小年人心样 这互动感也太强了吧 这么呆萌的小可爱 谁看了不迷糊呀 赶紧去新家想不去吧 又是帮粉丝圆梦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